当代艺术 首先是观念 你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第二个是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 把它表现出来 你的书法作品是跟朱仲宇捕捉身心手之间的深层联系 还是跟朱仲宇书写的内容 我觉得两者同样重要 同样重要 书法这个词其实是两件事 一个是书就是写字 法就是怎么把它写好 那么通过你的多年的练习 通过心里的感情上的 和经过手经过笔 把它表现出来 这是一个法 所以这两点应该是缺一不可的 你的书法是否参考了某种主题的风格 或者有没有那位书法家 或者任何艺术家影响了你的作品 从小学书法 因为学了很多不同的书题 因为这个历史很长 所以各代的各种书题的大师 大家都很多 比如说王熙之 怀素 还有包括很多西方的艺术家 也对这些产生了影响 比如说 米克兰德罗 他的那种 另外呢 当然还有比加索 比加索说过 他要是生得早一点 他会是书法家 不是画家 你这种的材料之前已经用过 能跟我说一下你使用它来实验 穿作你的作品的感受如何 材料非常好 非常好 首先呢就是 它有一种传统和现代的一种联系 为什么说传统呢 因为它这个菜面料呢 跟古代的时候 人们写字和画画画画在羊皮书上 是很接近的 但是呢 它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材料 这个材料呢 又是百分之百的环保 而且它对墨和水的吸收的性能 又跟传统的纸不一样 所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上一次展览 我做了不同的尝试 据说反应还不错 但是这次呢 我们更进一步 怎么把它表现得更丰富 掌握这个材料的特点 这也是一个 从传统到现代 从西方到东方的一种结合 而且展示了一个 非常开阔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前景 本次展览同时展现了 传统和当代书法形式 对二十一世纪的书法练习 进行了不同解读 你会如何形容你本次的作品 和书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在当今这个世界 我们面临了很多的机遇和可能性 快速的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面临了 非常多的实际的问题和困境 当然了包括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互联网的问题 就是这种泛滥的信息 大量的完全读不过来的信息 和信息的碎片化 这些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挑战 和我们面对的困境 那我这个作品 我就是用我的书法 能不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